蓝波晶晶的音响大家见过吗 注意听 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冰 最近家里不是在装修吗 买了个大电视 粉丝推荐的小米100寸的新款 来看这点 看到没有 特别大一个 但很空旷 有没有觉得缺了点什么 音响 然后就在网上搜 你猜我搜到了一个什么 大宝贝 据说全上海只有那么一台 我们现在就去店里把它买回来 马当路119号 应该就是这家店了 哇 这家店挺潮的 你看 可以 你好 我刚打过电话 看音响吗 对对对 好 这边 好好好 我这家店挺好看 啥都有 来来来 看看 这么大吗 15 这太帅了兄弟们 这不是跟我那个750SV的屁股一模一样吗 对 这个话就是蓝宝贤 然后跟Exos一起联名做的 然后目前也是我们马当店的镇店之宝 也是目前整个上海唯一的一台 这么掉 可以 给我装起来就要了 你要不要先试听一下 你看这个是 不用不用 这它倒顶的东西有啥事的 可是我还有几个细节 等一下跟你讲一下 不用兄弟 我这个人买东西就痛快 东北人讲一个直说 你就装起来 你再磨叽我就不要了 好好好 就装起来 好好好 这个好喝的含义 我当时为了一解 后来我算是懂了 现在我们是叫了一台霍拉拉过来 然后把这个装上去 一个大箱子都已经装好了 小心点 小心点 盘着进去 盘着进去 对对对对 ok 现在我们已经到家了 刚刚拆好箱来看看 我的妈 这个音响 真的是我越看越喜欢 实物超级大 我真的太棒了 而且你们看这里 这个箱子 这是它的品牌 然后这个位置写的什么 Italia 就是反正那么回事 就纯正进口 而且据说是纯手工 打造出来的一个音响 特别棒 哎呦 说法我们把它抬到电视里去 试试音质咋样 来来来 来我说321 你抓紧点 别给我蹭了 来 123 走 该说不说 这玩意儿是整理从这个 吃奶的镜抖死出来的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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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点 放在中间 哇 哇 这感觉还可以啊 这有点歪了 过来 过来 去那边 把它再往这边推一点 是不是歪了 哎好 哇 这个感觉太爽了啊 为什么累死了 我歇会儿 对了老板 就本说在左矮角领个 苹果14真的罢货了 我也能领吗 那当然 左矮角的苹果14一直都有啊 上线就能参与领取 而且现在升级还有8000的 是每个人都可以领的吗 想啥那当然不是 只有看到我这条视频的人 才能领取 不信你花个三五秒 去我左矮角下载试试 领个苹果14和8000 不是问题 冲就完事了 这么好 开外区不要想 这个东西是这个 哦呀 我们接下来 把这个线接一下 试试音质 来 兄弟们现在出现了一位情况啊 就是现在音响 我已经接好了 我给你们看 已经通电了 音质特别好 但是 我媳妇说我儿子睡着了 说不让我放 所以我也没招啊 但是刚刚我在那个网上 搜到了一段视频 人家讲的特别详细 就是这个的介绍 还有他同时介绍了几款 其他比较高级的 也是一种跑车音响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一起尝尝见识 把一台价值28万的 朗博基尼 担到自己家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嗨 我是爱放光的设计师 克里斯 来自 克里斯 今天的克里斯开箱视频 应该是到目前为止 最贵的一期 总价值70万 来自意大利 升华艺术音响品牌 Exhaust 用原厂跑车部件 让我觉得算是 蓝牙音响中的 颜值天花板了吧 首先看一下的是 Exhaust的Radio 6 飞机新型发动机蓝牙音响 外观设计参考了 飞机的气缸 金翼 笔锥的设计 就这个造型 先不说音质 放哪里都是艺术品 第二款是 Exhaust 联名F1方程式赛车 Kubo Niki 四个四寸低音单位 和一个一寸的高音单位 两边的排气管 是作为一个低频的扩展 第三款传说中的 朗博基尼小牛音响 Exhaust Avalon 兰博基尼等联名款印象 所有的配件 都是兰博基尼原厂部件打造 包括这套小牛原厂的排气管 为了模拟 真实超跑排气管的轰鸣声 设计师还把低音喇叭 放在了排气管里 最后是我们的大牛了 蓝牙音响界的视觉艺术品 Exhaust Azovox 用兰博基尼大牛Avent Door 原厂配件打造 开机电源键 用的是这个兰博基尼 原厂车漆加碳纤维打造 编制方面 底部有一个200瓦的低音套 两个一英寸高音 加两个6.5英寸中音 和两个8英寸低音喇叭 实现6.1立体声道 下面我们来用同一首歌 让你们沉浸式感受下 这四款音响的音质 接下来感受下吧 就是这一首歌 就是这一首歌 就像我这一首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用这个小米100寸的电视 然后配上这个音响 我感觉就融为一体了 就是亲身体验的那种感觉 诶 纯君 你知道那是啥游戏吗 还要低频先买 要有专业的游戏去玩的吧 专业游戏 我们回头搞一套那个 好吧 明天去买 你们买一套回来感受一下 还有 接下来我带大家看看细节 它这个音响做的真的绝 你看 上面采用的真的都是那种原厂兰博基尼的碳纤维 然后包括这个排气管 你看 这都是钛合金的 我的妈 你这给你感谢 这个材质 这个logo 看 哇 这真的帅 这个螺丝我觉得都 等会 最近你看这个螺丝 是不是好像生锈了 老板 这不是好像啊 它就是生锈了呀 不会吧 我 我给他打电话 怎么快 OK 现在事情已经弄明白了 事情是这样的 就这个音响在他们店摆了五年 他们一直不舍得卖 毕竟振电之宝嘛 然后他们说的是 一直在等一个什么 有缘人 那不就是我嘛 对不对 真的是庆幸兄弟们 所以我觉得这种小瑕疵啊 真的不是事儿 帅就完了 好 好 好